大家想象一下 寺庙的和尚烧香拜佛 这万一信仰重不重 但是疫情来了 不能集会 寺庙生意也惨淡 于是寺庙的和尚说 能不能搞个SUS平台 听懂了 就是带过分销的就叫PASS平台 不带分销的就叫SUS平台 就是一键生成你自己的寺庙 一键生成所有的寺庙 于是干嘛呢 开发一个软件 给每个寺庙 搞一个所谓的线上烧香的平台 你在家就可以烧香 你点哪个师傅 哪个师傅就出台了 你点哪个和尚 哪个和尚就出来给你服务了 他出台一次多少钱 也是一样的 你要给他打赏 他那里面有火星啊 就是你烧香了 他一点那个地方 他就好了 他都是动画的嘛 虚拟的嘛 我告诉你啊 将来手机上的墓地会很火 哎呀人死了以后 你埋了那都是浪费土地啊 大伙现在都清楚 同意吗 现在儿生还会记住你吗 放心好了 我们能记住我们的老祖 我们的儿生一般记不住我们的 怎么办呢 我们为了让他们记住最好的方法是 让他们在线上 我们可以走 但是我们的墓地在线上 他只要一打开就能看到 清明节扫墓都不需要干嘛 又烧又开车 又都蛮山遍野到处乱转 就在手机打开 爸我想你了啊 就结束了 然后呢 那上面还能回话的 你那个声音很模拟 就你老父亲什么样的声音 可以让你模拟你父亲的声音 跟你说孩子啊 好好生活啊 你看我到那边活得也好 你们放心吧 我告诉你 你不相信这东西啊 现在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而且估值很高 你放心好了 什么都要转到线上去 除了身体体验的 一切都可以过去 真是啊 你就是线上烧纸 线上扫墓 这已经有了 早就有了 这我都十年前喊到现在 就所以我又说在想嘛 我要不讲课 我自己去搞去 就是才干一行 要专一行 也不能什么都搞 就你脑子再聪明 我就把智慧都贡献给大家 你们去搞吧 我支持你 首先有专攻 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自己去搞 那不一定 为什么 你自己去搞 他需要资源问题 他需要人力问题 还有很多方面东西 也未必能成功 但是呢 我在我的行业 只要沉淀那么多年 我有我的两把刷子 同意吗 就干哪个事情 不要什么都想干 就专注聚焦 干好一试就行了 不能老是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滴水能穿石的根本原因 就是在一个地方 持续滴 你老换地方 一张尺也滴不透啊 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吗 就是你做生意也是一样的 大伙一定要 尖锋聚焦 专注坚持